深毒一分钟 你的健康深毒管 潘吉阳主任医师 近南大学部署第一医院 精神医学科主任 神经衰弱该杂志 第一招 改变生活中的自己 转变心态 看待或不须智慧 笑看得失天地宽 成为有智慧的人 平安喜乐 多元化生活 尝试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约上三五好友唱唱歌 看看电影 烧品等等 强制神经细胞导搬 让神经放松放松 调节睡眠 充足的睡眠 有助于缓解精神紧张 恢复体力 使神经细胞重新充满能量 第二招 放空自己 紧张 焦虑 失眠 打扮 听舒缓的音乐 沉浸其中 快走五公里 让汗水冲走压力 打坐 冥想 放松小法术学起来 第三招 药物治疗 神经衰弱的药物治疗理念 就是缓解症状 突出症状是失眠 可以服用镇静催眠药 如错鼻痰 左皮克隆等 长期焦虑 抑郁等 也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抗抑郁药物来改善症状 如帕罗西听 文拉法新等 特别强调 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要去医院就诊 医生处方 遵医主用药 可不能自己胡来呀 神读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